美国众议院停摆了将近三周 日前众议员乔丹三度角逐议长保座失利 惨遭撤除提名 共和党需要找出新的人选 而根据外国媒体的报道 目前有9名共和党众议员 宣布争取议长提名 他们将在党内会议进行讨论 24号投票 推出新的提名人选 而离政府官们的旗械越来越近 美国的政治专家就分析了 共和党内的极右派 其实是虚无主义的人士 他们是巴不得希望政府停止运作 美国众议院议长人选悬而未决 停摆将近三周 根据外媒报道 共和9名共和党众议员宣布争取议长提名 其中包含共和党党党编埃莫 以及共和党会议副主席约翰森 共和党将在党内会议进行讨论 24号投票出新的提名人选 不过共和党内部意见分歧 日前众议员乔丹三杜角逐议长宝座失利 党内反对票人数还越来越多 惨遭撤除提名 前议长麦卡锡也讽刺这样的情况令人尴尬 中约议长当选门槛为217票 共和党仅以221对212的微弱多数掌管众院 只能有少于四人跑票 目前状况仍不乐观 专家分析共和党内的极右派 其实是希望政府停止运作 目前临时支出法案让政府能运作到11月17号 如果不尽快选出议长进行预算法案审理 联邦政府将二次面临关门危机 后果不堪设想 张永腾编译